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来到《猎王》剧上的16章 这位篡位的巴萨 应该在军事方面很有能力 他曾经给犹大王亚萨带来很大的威胁 可见他并不缺属世的智慧能力 但是他也是一个不经为上帝的人 他是有能力才干 在上帝眼中却没有一点价值 我们在世间忙忙碌碌做了很多事 但如果在上帝眼中没有一点价值 那就是白忙异常 虽然有耶罗伯安前车之警 但巴萨还是走上耶罗伯安的老路 人难道不会从历史学教训吗 还是以为自己会是那超越脱历史的人 以为那种事不会临到我身上 巴萨是上帝用来取代耶罗伯安这个家族的一个新的君王 上帝将他从非常卑微的地位提升 使他能够成为国家的君王 可是他却没有按照上帝所赏赐给他的恩典来做 他的行为模式 他的思考 价值观等等 都和耶罗伯安读出一策 人的软弱就是喜欢找借口和理由来为自己行为辩护 上帝因着丰盛的怜悯 再次参谴他的仆人来 要唤醒迷失的人 要影响 要改变这个错误的历史模式 我们听哈纳尼的儿子耶护责被巴萨的话 连审判巴萨家的话都和审判耶罗伯安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通通都一样 因此他们审判也是一样 但是沙巴悔改了吗 人如果没有立志依靠上帝的恩典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历史的悲剧就一再地重演 耶华的话领导哈纳尼的儿子先知耶护责被巴萨和他的家 因他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 以他手中所作的惹耶华发怒 像耶勒伯安家一样 又因他杀了耶勒伯安的全家 心里背叛他杀了他 穿了他的胃 这样的模式正让人看得心惊胆战 罪的代价实在很可怕 但我们学到教训了吗 日光之下 五星先是 前人走过的路 后人看见了那错误 却还是照样走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应该从错误中学习 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 这里提醒我们 不可行一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们去为我们的行为付上代价 求主帮助我们 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做榜样 千万不要离开神 去敬拜偶像 时刻保守爱主的心 只多花时间来倾尽神 多多默想神的话 使我们的行为模式 是属天的行为模式 愿神赐福听他坏的人 愿神队